生出来了 生出来了 还是 说实话 当时的情况 真的是很惊险 因为自己 也是没有 一个接生的经历 全靠自己 生了孩子的一个经验 然后 还有自己学的 医学常识 和知识 这些 当时这个情况 给他处理下来 他就发出了 第一声 出叫声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很感动的 说明这个宝宝很贱 当时就有一种 不一样事与的 然后心情很感动 当时自己都想哭了 一位衣服工作者来说 就是扶山 是我们的一个本职 看到他们 两无子安全过后 就很安心了